座民大頭家 我們今天不只要聽座民的新聲 還要來聽聽網民的新聲 因此我們的來賓陣容非常特別 歡迎教來賓第一位是 桃園戲員湛江村村長好 主持人好 村民們好 我們知名的Youtuber高峻峻 哈囉 大家好 以及Youtuber歷史哥 大家好 這裡是高雄歷史哥 這裡是歌用來賓 同學好 還有我們的Youtuber韓國人 安妞 主持人安妞 大家好 我是韓國人 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 一個陣容的組合 華達陣容 村長怎麼看 現在大家 電視不一定有時候會經常看 但是自媒體這個很發達的時代 尤其人手 每一個人手上都有一支手機 記得手機打開以後 就看看Youtuber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不用花錢 訂閱 訂閱有些時候 我們可以給你很正確的資訊 要訂閱歷史哥韓國人 這個韓是韓人的韓 雖然他講韓國話 還有我們的美女君君 現在網紅之亂 各亂訂閱 還有記得訂閱我 村長湛江村 還有一個待會會Cue到的 高雄林小姐 我們等一下會請高雄林小姐 來加入我們的討論 最主要的是我們可以聽到 這些網路上 年輕的意見領袖們 他們對於時事的議題 到底有什麼樣的想法 首先 私業話題不能忘 到底目前私業案辦得怎麼樣 我們帶您繼續追追追 市長好觀自我為之 繼續做 那個臉皮實在厚到 這個槍都打不過去 炮也穿不過去 行前的規劃會議 有誰組織 書名長 8月23號 你是沒來過立馬燕 還是有來過立馬燕 所得起 你是中文聽不懂還是 行前會議是由總共付 你中文聽不懂是不是 各單位都有參加 行前規劃會議跟本案 應該沒有集合關聯 你不論是智啊 我問你說誰主持 你管我說 跟這個案子有沒有關係 就有關係 我待會兒就跟委員報告 我不會 我不用公開講 兩次都劉建興嗎 兩次是不是都劉建興 這個我不確定 我待會兒馬上請投了 釐清之後馬上跟委員報告 釐清 你來了半天 你還沒有釐清啊 到目前為止的報告 你滿不滿意 所以我是並不是很滿意啦 這個董事長你還要保嗎 有沒有最起碼的擔當 好 這個董事長 到底要不要繼續來保他呢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被起訴的 其實都是華航的基層的人員 但是我們知道 其實包括了國安局最高層 彭勝竹局長是已經下台了 但是華航的最高層 董事長謝士謙 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是不用下台 總統府世衛士的最高層 我們的陳菊秘書長 好像也不必被究責 村長 這不但說不用究責 專案報告 調查了那麼久 然後立法院專案報告 就是希望說 你們這一些負責人 陳菊 還有華航這邊 華善這邊 你到底怎麼一回事 你應該要出來 跟大家 全國老百姓做一個交代 結果你看看 陳菊竟然不出席 這個是太專案報告 你不出席 你完全藐視我們全台灣 所有老百姓資的權利 這個是醜聞 這是國際醜聞 走私菸從機場直接這樣帶走 然後1萬多條 我告訴你 這一些老百姓 尤其這些基層的勞工 是非常的生氣 一直在等 對 他們一直就是在等今天 在等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質詢 要報告 專案報告 結果 既然葉菊蘭不來 然後陳菊秘書長不來 他那個基層有一個大哥 他自己做了一張牌子 他就說 可憐做工人 買分百貨 國安買分60個 意思是說 國安局買菸只要65塊 他們做工 做了鑰匙要混 買菸要多他一倍 那個憤怒就寫在他臉上 他就這麼簡單一張圖 那個字也不是寫得很工整 然後自己拿了一張 其實也不是什麼 那個就是飲料的那種盒子把它攤開 這麼簡單 那張圖在網路上瘋傳 一包煙假是便當的錢 假一包 送回去 對 我就前那陣子 我們就在開玩笑說 如果那些煙民 他還是支持執政黨很簡單 你就給他送他一包煙 上面給他貼說 國安免稅煙送你抽一下 所以這個專案報告 還是必須要給我們全民一個交代 要給交代 這個真的是全民都非常的生氣 從今天為止 大家就在等立法院這個專案報告 結果專案報告 主角不到 村長你相信會有交代嗎 你相信嗎 交代 我跟你講民進黨就是這樣 你看除了私燕案交代不清楚 然後只是罰一些小的一些基層的人 你看陳明文300萬 講清楚了嗎 講不清楚 我真的覺得蔡英文的 這沒辦法講清楚 兒子突然不要開店了對不對 我跟你講蔡英文的執政 在民進黨的執政之下 沒有能力就算了 連事後她的執行力沒有 連事後她的檢討能力也沒有 你可以看得到 全部的人都逃脫責任了 全部都是小咖在背 君妮你知道嗎 其實北檢針對私燕團購名單 已經有第二波的偵查了 所以難得看到了 這個有新興的 前永和警衛室的少將主任林國欽 這回算是被調查了 但是特勤郭學弗 他幫他的男朋友 買了100條煙的張嘉玲 已經被改列為被告了 我跟你說 主播這些人民 洋洋灑灑一大堆 我們要記要看 真的都已經分不清誰是誰了 我只想問在蔡英文的執政之下 你到底做了什麼 今天發生了弊案 好 沒關係 我們面對它 處理它 怎麼處理 這件事情很重要 當你的執政黨 你有執政危機的時候 你有弊案 你有貪污發生的時候 你怎麼處理 這實在是讓我們看到了 現在執政黨的處理方式 非常的無能 而且不管是私燕案 不管是300萬 什麼都說不清楚 然後就呼嚨呼嚨 雖然說辦了很多人 但是最需要負責的人不出來 葉菊蘭不出來 陳菊不出來 大生氣在這裡 這件事情我覺得 都是由下往上 都在下面 不是 這件事情重點是態度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今天為止 這個蔡英文的民進黨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遇到事情態度 什麼態度 掩護 然後騙 騙不過再怎樣 再拗 拗完再騙 挑戰你的嘗試 三百萬 然後可以馬上 法務部次長 愚尊降貴 做來什麼 避重就輕 他說沒有規避這個 所謂的 這個防治洗錢法 不要裝校圍了好不好 這大家 我一些客戶他們在領錢 50萬 就很緊張打來說 怎麼辦 銀行要調查我 沒有 他們是政察的 結果你可以這樣公然的開後門 今天這件事也是一樣 整個結構體系 總統府誰負責總責 不是總統 我要跟大家講 總統是全國總責 總統府是醫運在總統府旁邊 根據總統府的組織條例 誰是秘書長 陳菊 秘書長幹嘛的 就是負責總統府的 不是陳菊 是韓國瑜 對 所以我說態度問題很重要 所以現在換成韓維拉救援 對 什麼都是韓國瑜 重點就是態度 而且你看這一串 像肉杖串的起訴名單 到現在 死最多是誰 軍人 對 基層的軍人 我想請教一下 今天是誰派那台車去載思菸的 總統府會有沒有過 派車單在哪裡 到現在派車單拿不出來 給不出來 公文拿不出來 所有的公文根據總統府章程 要怎麼樣 所有的公文要不要過 秘書長的前面 要不要 你怎麼不解釋 他就是避重就輕 你知道嗎 就推出一些人 讓你看到好像有辦案 其實在掩護 對 都不一樣神秘 對 就是故意解釋不清楚 每一件事都是這樣 村長對不對 每一件 從論文之焉案 然後300萬全部都是這樣 民進黨的一個套路就是這樣 大家都懂 可是村長 我們要argue的是說 這個是蔡英文民進黨的特色 對 因為其實有一些思想 有所謂的自由思想 有法治思想的這些民進黨人 你看呂富現在離開了 要走自己的路 你看林國慶 徐家欣 以前都是民進黨的人 對 其實早一輩的民進黨人 譬如說像是陳定南 或者是說像是這些 盧秀一這些人 你敬不敬佩 其實他們對民主奮鬥的心情 我們是要敬佩的 可是倒過來是 今天的民主進步黨 還民主嗎 還進步嗎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放了很多的消息出來 但是其實有的時候 是前後矛盾的 比方說財政部長蘇建仁說 這些菸品不是從國外 運到國內的 所以說雖然是撕菸 可是沒有走私的問題 那麼總統府之前發言人出來說 菸品是沒有從飛機上搬下來的 但是這回副秘書長施克河 到了立法院又說了 9800條是基邊交貨 可是檢方扣下的597條 是從飛機上下來的 我聽了都糊塗了 所以到底有沒有走私的問題 誰可以告訴我 就是把它搞糊塗就對了 這裡我有一個牌子 給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叫走私懲治條例 第二條 私運管制物品進口 出口者 處7年以下徒刑 病科300萬以下罰金 重不重 很重 菸品是什麼 絕對是管制物品 菸品你可以隨便買嗎 你去超商買 是不是也要出示身分證 所以到現在為止 光這個條例這麼清晰的寫著 怎麼可以裝飾到這種程度 這實在是很讓人匪夷所思 他之前說是擅自移動物品 擅自 對 你在國內 他說那是國內 那不叫走私 可是現在很抱歉 有500多條是從飛機上來的 這就變成走私了 所以這個就已經 你不能夠再用同樣的一個理由說 叫做擅自移動物品 這就已經是名副其實的走私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 再一次的呼籲 這一個調查報告 你這個陳菊還有葉菊蘭 相關人等 你不能夠再缺席 你一定要出來面對 跟全國百姓講清楚 對 這就是我們要的 其實我在看 這個管制名單裡面 基本上起訴名單 大概就是到邱章信 邱章信是誰 邱章信是新潮流的 這個什麼 主要的立委 邱憶的弟弟 他基本上就單了 現在謠傳是 總統的好姐妹濤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 羅雅美 小美 到現在第二波起訴名單 還是沒有他 怎麼可以有小美 對不對 就跟吳英明一樣 頭一哥一樣 最新一個叫劉毅玲對不對 年紀輕輕28歲 台船董事是不是 台船子公司董事 我遇到一個計程車司機伯伯 他說人家就是有才華 總共加起來的資歷 工作經歷三年 你知道董事是要做什麼嗎 董事是要協調溝通策略制定 他到底所有的經驗加起來 總共的工作經驗只有三年 而且其中可能還有個一年 不是本科 到底要怎麼去溝通協調制定 沒有 就是經驗最重要 就是黨政 因為全台灣最大的黨 你不是小一男孩嗎 你不是小一男孩嗎 要不要再回去 你沒有辦黨政 其實黨政也不一定 如果黨政是就代表著 榮華富貴的一切的話 現在其實不會那麼多 民進黨本身黨也在反民進黨 所以現在事實上 他們民進黨裡面 就是他們新潮流這一個派系 蔡英文這一個派系 很多民進黨 他們是反蔡英文主政底下的 民進黨 而不是真正 如果以前的民進黨 或許很多人還是認為說 他們還是有他們的理想 有他們的報復 這三年多來 蔡英文 新潮流 真的是把整個台灣的風氣 真的帶到 讓大家都沒辦法接受 我覺得有風古高風亮節的人 不太會願意進入民進黨 去從政 為社會服務 因為你變成說 你只是要去巴結抱大腿 然後就可以變成仇庸或是肥貓 我覺得一流的人才真的要出來 因為如果一流的人才不出來 這個位子給三流的人贊助了 三流的人制定政策 我們一流 不是我們 不好意思 一流的人也是受到影響 一流的人才要出得來 就是總統要換人做 要不然一流的人才怎麼出得來 對 全部都清晰 所以你替民進黨感到難過 因為其實在過去 大家心目當中的民進黨 不是現在這樣子的形象 不過韓國瑜水王開直播 他說誰說我要採石油了 不管是摩天輪 不管是挖石油 我只兩點就好 這些有沒有在您所編列的總預算裡面 挖石油請問誰說的 高議員直接把這個話講清楚 誰說挖石油 探缸完以後我們就會 中油會進一步去評估有沒有開採的價值 那這樣市議員那邊是不是問錯對象 這個我不便表示意見 我們從沒有講過這個挖石油 可以三千億發大財這東西 所以覺得他這個石油的說法 是不是有點前後不移 他前後不移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好 韓國瑜提到了 這太平島挖石油的這件事 其實在過去他提過有四個前提了 就是首先必須要探看到底有沒有石油 再來有沒有這個國際投資的這個 有沒有人要來做國際的投資 那麼以及這個政府有沒有決心來開發 周邊的國家地區有沒有共識等等 這些前提都必須要先確認 如果真的值得去開採的時候 那既然太平島屬於高雄的話 高雄也應該要分一杯羹 這個是韓國瑜原本是這樣子講的 但是現在傳來傳去怎麼好像完全扭曲了 韓國人你怎麼看 蘇院長你前後不移也不是第一天的 從你說沒有選上市長 就不要入閣 結果現在怎麼樣 上路 入閣 超入 超入對不對 超入對不對 還有超選 對 超選 不選台北線 然後一開始還凹說 我選的是新北市不是台北市 我昨天其實我有做這個影片 主要來敘述這個石油的部分 那我昨天也非常清楚看到 其實當時他們在辯論的時候 陳其邁跟韓國瑜在辯論的時候 那時候陳其邁就已經非常清楚講 譬如說 我們陳其邁那時候就已經講過 行政院同意 所以他們會不會不知道 不需要行政院同意 我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對啊 連陳其邁都這樣講 我今天最生氣的點在哪裡 今天如果是一個鄉民在跟你們講說 韓國瑜挖石油怎麼樣 韓國瑜挖石油怎麼樣 那就算了 我們就 真的網路事件亂七八糟就算了 但是今天是什麼人在講 韓國瑜挖石油的政見 是高雄市議員高敏林 你高雄市議員你會不懂 高雄市長的政見嗎 你在幹嘛 你在睡覺嗎 整天說韓國瑜在睡覺 你會不知道你們要監督的 市長的政見嗎 我想問大家 所以市長有提這個意見 但是他最後 他提的政見很多 可是最後他要有一個統整 放在他的政見表裡面 那政見表裡面 是沒有提到挖石油這一項 而且挖石油這個權責是在中央 是在經濟部要核准對不對 不是說高雄市長 韓國瑜說要挖就可以挖的 這一點剛剛韓國瑜你也說到了 陳其邁有說 而且韓國瑜的角度非常簡單 他就說如果中央跟中油 那些公司如果有開採 有盈利 有利潤 這個太平島是我們其中一個禮 對不對 是一個奇經的一個禮 對 中興禮 分我們一點 其實這個事情 因為我高雄人 所以叫高雄歷史哥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小時候也住高雄 真的喔 同鄉 今天才來認清 如果在高雄韓國人 真的喔 你這樣會講嗎 總編正 那不管怎麼樣 我要講的就是說 高敏林還有其他 所謂號稱所謂的六小福 我們現在高雄都叫他們六小虎 哪個虎 虎爛的虎 整天就給市長戴一個帽子 其實這事情市長就講了 希望說 因為這個是屬於高雄市的一個地區 如果說他有生產資源出來 如果可以的話 是不是給高雄一點回饋 最主要是我們高雄有3000億負債 誰害的 為什麼市長要提這個 想辦法解決財政問題 他願意給你笑 給你嘲弄 可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希望說 有沒有辦法 在原本的一個規劃之外 另辟蹊徑 可以讓高雄重新再重生 誰搞出5000個坑洞的 誰搞出巴拉山下大雨 大淹水的 誰搞出這3000億負債 誰搞出賣了這麼多土地 還會負債的 歷史哥 其實韓市長他真的提出 很多的意見跟證件 因為沒辦法 高雄的負債太多了 所以他不但有提出 太平澳島挖石油 其實還有講到迪士尼 大家一直笑韓市長迪士尼 韓市長到底迪士尼 是怎麼講的 韓國人韓市長迪士尼 到底怎麼講的 迪士尼那時候 韓市長是在什麼 高雄市長的 國民黨的初選裡面 他是講盡力去邀請 盡力去邀請跟我要幹 差很多 對 就好比我今天 我盡力邀請君君 或者主持人去吃飯 我總不會跟歷史哥說 我沒有邀到的話 歷史哥總不會跟我算賬 如果我說我一定會邀請到 主持人 我不能說 韓國你騙我 你胡亂 其實這個 高敏林應該是菜鳥議員 菜鳥議員有時候 他搞不清楚狀況 比如說像我們桃園來講 我們以前 現在要選總統的呂秀蓮 以前他就講說 我們要打造黃金海岸 好 OK 可以 但是你要打造黃金海岸 你怎麼打造 你要跟中央爭取 中央要不要核准 就像我們桃園現在航空城 航空城 我們要爭取航空城 市政府在決定的嗎 不是 中央 你選市長你當然說 但是接下來航空城的 不管是營建署的 這邊的規劃 或者他審核 要不要通過 我們送件 就像鄭文翰說 鐵路本來高價都做到一半 他喊停 他說要地下化 地下化以後到現在 綜合規劃到現在都沒出來 還在中央 你不是說要地下化嗎 你看你為什麼到現在沒地下化 你不是說無縫接軌嗎 結果接到的軌 是吧 所以這個 好多鬼 是 所以你 市長你提出了一些企劃 這些企劃是很有創意的企劃 中央要配 還是要中央 可是現在 可是桃園冷卻一直說 市長做得真好 我們是早上9點就開 然後我們下午1點 就開始又開會了 我們甚至於有些時候 中午是沒有吃飯 就直接就一直延續著 所以我們是到5點半 5點半的時候準時結束 我們到5點 我們到5點結束 5點結束 我們到5點結束 但是高雄你是下午3點才開會 你跟我們是1點就開會 而且我們中間有些時候 還有就是說 大家必須要清楚 你在開會的過程 就是你必須 如果你要延長時間 你要時間動議 你如果沒有時間動議的話 你超過時間以後 再省的預算 再省的案子 敲槌子都不算 對 你不要以為說 現在就最後一個議案 然後再剩1分鐘 然後還沒敲槌子 討論到一半 然後現在還要開始表決 表決以後 然後通過了 槌 槌子敲下去 結果槌子敲下去 時間過了10秒鐘就好了 對不起 那個議案不算數 只要有人提出異議的話 以前好像高雄市 其實是登記問到寶 可以一直到開到晚上9點都沒關係 沒有什麼登記問到寶 這不要騙人 因為這個議員 像每一個議會議員 他的時間是不一樣 康育成你自己當過議長 你很清楚 你還記不記得 你當時那時候是 你們高雄議員 不是說爭取一個人 有一個小時的質詢時間 後來是你議長 你裁決為45分鐘 不是這樣嗎 我們桃園來講 我們就每個人40分鐘 大致全台灣的話 時間大致上 差不多就是這樣的時間 高雄現在 我看到那六小時 我就在耍猴戏 坦白講 我們桃園議會 我們問政也是很票漢 哪有問政票漢跟作秀 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 不過講到這裡 其實康育成副議長 在昨天 似乎又對市長開跑了 欠蘇貞昌院長 欠中央一個道歉 欠陳菊一個道歉 因為你錢照借地照賣 可是還是舉載 欠高雄人一個道歉 因為你市長民調最後一名 因為給你錢 你也不會做事 一個執行率那麼低 真是丟人現眼 我覺得你用之譴詞 永遠充滿了嘲諷 我完全無法接受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所有申請中央的 我們都是按計劃申請 對於所有過去的政府 我們一樣要心存感謝 不光是陳菊市長 謝長斌市長 吳敦義市長 等等 我們都是心存感 我覺得高雄的那個一卡通 就是韓國瑜就職典禮紀念套卡 我一看到那個就職 紀念典禮的套卡 我就馬上也想要講一句話 只敢在哪 只敢在哪 關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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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我現在在舞台上直接 表演給大家看 你們想幹嘛 一個好朋友 我本來去年以為他今年會當高雄市長 結果他現在在當行政院副院長 舉辦團隊還有這些 給予很多支持的 公部門的朋友 一個最熱烈的掌聲 謝謝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昨天 有人跑去中聯會 有些事情正在進行著 我們正在 一點一滴的流失台灣的價值 我們沒有時間了 唱歌台灣不會獨立 我 老闆叫你免費加班 你來應說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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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港開唱 現在不唱了 不過我們回顧過去開唱時候的影片 可以發現到裡面有不少的關鍵字 像是台灣價值啦 或是質感啦 等等這些話題 我們想請教一下俊俊 其實質感的話 多花一點錢的話質感就比較高了是不是 所以難怪高雄以前負債滿多的 是這樣講的嗎 其實質感本來就是靠錢打造出來的 現在高雄市民有一個非常棒的市長 都把錢花在刀口上面 然後就被大家嫌沒有質感 不管是蓮花燈也好 易卡通也好 你要不喜歡這個人 你要覺得他沒質感就算了 可是其實節目上有很多的片段不能播 大家可以去網路上看直播就知道了 還扯到了白冰冰 琼瑤 越南情緣 就笑他們沒有質感 底下的年輕人就是非常的 很熱情的在回應 他這樣子做的人生攻擊以及嘲諷 如果要靠著績笑別人來 進行自我滿足的話 這是集體霸凌 這個真的是 可是他們是很開心的 他們是覺得我霸凌你 然後我還洋洋得意 我還哈哈大笑 就像館長帶領的館粉 然後霸凌我的粉磚 然後我的粉磚停掉 他們所有人好開心 還慶祝 還慶祝業 然後媒體 綠色媒體還寫館長贏了 好像變相鼓勵他們霸凌別人 其實我覺得像這樣子 霸凌別人的人真的是 自己是一個完全沒有靈魂的 也真的喪失了做人做事 做人的最基本的資格 我覺得不要什麼事都扯到韓粉 現在議員麻煩出來面對 這跟韓粉沒有關係 因為我現在主要針對的是你的 節目的內容 你的表演的內容 太粗俗 太低級 太下流 可是你卻要告訴大家 塑造成你被韓粉圍攻 塑造成韓粉進攻 我要告訴你 多少的人留言 你可以去看一下 都是說原來你是這樣的人 我對你好失望 我以前還覺得你不錯 是的 你問正 我們沒有評論 可是你今天這樣的行為 我們是完全不能認同的 多少的家長 老師 中立的人 都對你好失望 我們希望你站出來 因為大家這麼喜歡你 他說他絕對不會道歉 他要對社會有責任 沒有 他有回應 他回應很好笑 他說不論被多少人扭曲 改編我原本的意思 我都不願意解釋大港演出的內容 請問你是在演什麼 完全不懂 你還XX要韓國瑜怎麼樣XX 還說韓國瑜像烏龜的頭 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大港開唱 很大的問題在哪裡 我實在不懂大港開唱 如果我們都說樂團沒問題 樂團音樂人OK 我實在不懂 黃之鋒來幹嘛 2015年黃之鋒來我們的大港演唱 因為大港開唱裡面 他們有一個論壇 對 所以這個大港開唱的論壇 也是受我們的補助嗎 對不對 也是在我們補助的那一塊 我們中華民國的補助那一塊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瞎 對 不過在這邊我要先邀請一個特別來賓 來加入我們的討論 高雄林小姐您在線上嗎 我是妳好主持人好 非常夥伴們好 嗨 吳小姐 哈囉 林小姐現在在網路上大家都很好奇 因為是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但是變成了網路上一個意見的領袖 所以我也想請林小姐一起來加入我們的討論 其實言論自由不是完全沒有限制的 言論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極準點嘛 所以當那個言論自由過當的時候 去言論過當去侵害別人 甚至霸凌別人的時候 這本來就是應該要禁止的啊 自由民主的社會並不是說 你做任何事情都沒有人管都可以 所以妳怎麼看大港開箱 我們之前所看到的這些影片的內容呢 我看過影片我很驚訝 因為我大概有 大家都很驚訝 超驚訝的 超驚訝 驚訝到嚇到了 然後我把這個影片傳給我的一些朋友看 他們也嚇到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品牌 可是因為大部分的人沒有去現場看 所以不知道那些孩子 台下的孩子們看到的居然是這樣子的內容 想想看這些爸爸媽媽 花了一千一百塊 送孩子去一個讓他們接受音樂 然後解放的一個場合 可是沒有想到孩子得到的是一個 在所有的這麼多的那個 幾萬人的那個群體裡面 大家一起在那邊 接受言語暴力啊 或者是因為他們的霸凌的行為 在那邊嘻嘻哈哈的笑 或者是還有一些那種 三色心的話語 然後還有政治性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讓人家非常的不可思議 那我也要呼籲一下 就是所有的父母們 其實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小朋友 到底都在看什麼東西 包括孩子的課本 包括我們以前都認為說 學音樂的孩子 喜歡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 可是現在的社會的氛圍 或者是某些群體面 他們刻意帶動的一些氛圍 會讓你以為的人本真善美的音樂的世界 裡面參加了很多大人的意想不到的東西 那建議大家去看看這個影片 你可能會也嚇一跳 不分藍綠百 不分即便是無色的選民 不管你是哪一種正當傾向 我相信大部分的父母親 都不會希望讓孩子接觸到這樣子的東西 我這邊想要呼籲一下 所以其實很多爸爸媽媽 可能過去都不知道 原來我們的孩子參加的這些活動 是傳達這些的訊息 麗石哥 因為像我也很驚訝 因為我自己是高雄人 我們自己都還不知道 大港的這個部分的問題 我把這個板子 我們請導播幫我們帶一下 其實現在這個大港的問題是什麼 大家可以知道 他現在他透過這邊是民進黨 他補助了所謂的大港 補助了大港之後年輕人就覺得 你在挺他 你在挺他之後 他就喜歡民進黨 他就從中政治 自入行銷 OK 現在我們在質疑大港 其實是針對他的內容 經費 使用 當然還有彰化這些 還有甚至政治自入行銷這些 來討論的時候 他就直接把你打成所謂的反大港 反大港年輕人就會變怎樣 討厭你 然後就會討厭到怎樣 質疑的人 質疑的人現在主要是國民黨 中年以上的家長 當然韓國瑜就連帶被討厭 因為他是國民黨 高雄市長 因為他認為他要停辦他 然後家長 然後甚至最後產生的結果 就是分裂的世代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不是拒絕大港 而是我們是拒絕政治 拒絕彰化 這才是整個的重點 但是現在的風向已經被操作成 韓國瑜是反大港 事實上今年大港 他是自己不來申請的 然後市政府 對 沒有中央補助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编了800萬給他 其實只差200萬 但他的門票收入有一億多 你有差這個領頭嗎 所以這條件是故意的嗎 所以不能直接按照這麼簡單的邏輯 又分成敵我的正義 然後非我族類就討厭他 對不對 林小姐要不要回應我們的歷史歌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跟政黨沒有什麼關係 大家就憑著良心想一想 你看看那個內容 然後再來做評價 而不是說 因為你支持的政黨都在搞這個東西 所以你就要一起支持他 我相信我們做人還是要有是非的 所以我一直在呼籲大家去看那個影片 再做論斷 像是有一些年輕人 他們就說那個沒有關係 說髒髒髒誰都會 可是那個是公開場合 上萬人的場合 甚至影片之後會在網路上面流傳 那包括有一些畫面真的是低俗 難看到 電視台都沒有辦法撥 沒有辦法撥 真的是質感在哪 真的是質感在哪 我說真的 像高雄市的財政真的非常的拮据 所以這一次高雄市也特別出了一個觀光禮包 這個觀光禮包我今天也有帶來 我們要把它傳在身上 因為高雄市的財政非常的拮据 所以我們請不起明星 我老實講 這個禮包如果賣得好的話 觀光局就會有財收 觀光局有財收 他們可以大力的推動高雄的觀光 可以在觀光上面 做很多的有意義的事情 為高雄做一點事情 我們相信現場的來賓 What are 所以現在是必須要靠大家來買T恤 才有錢可以多一點點的經費 來辦觀光相關的活動 可是你可以看到 因為T恤就是最簡單的穿搭跟配備 你看我們這個主管 套上去變主管有沒有 我們村長 這是年輕的主管 還有我們非常潮的 胖子 好 胖子 對 那其實 你看就是一件很簡單的T恤 那也呼籲大家 可以去搜尋我們的國慶禮包 但是我們要回頭來看就是說 其實像大港 如果他拿了補助的經費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接受監督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來 村民的陣容越來越堅強 用撥了一個外掛 好加氣 剛剛加入的村民 結果是覺得非常的被 此次晚進來兩分鐘 你們都有這種高雄國慶題 等一下節目結束之後 我也要想辦法補一件好不好 150 去往上擺 太棒了 所以今天村民陣容這麼樣的堅強 我們來好好討論一下話題了 呂秀蓮副總統對於蔡總統的論文很有意見 他連自己的事情都應付得這麼樣子 而且好像越來讓人家越起疑的話 是對他不利的 反應總統府裡面一塌糊 很多事情問題很多 可是他採取的是掩護的事情 而是避重就輕 問題是誠信原則 假如第一時間你覺得被冤枉 其實最簡單 博士論文亮出來 或者是Degree的都有證書 博士證書拿出來 我給大家乒乓 呂秀蓮副總統都說了 認為蔡總統怎麼連自己的論文 這種小事情都好像沒有處理好 現在網路上雖然說看起來 總統都已經把他的35年前 用打字機打了原稿秀出來 給大家看了 但似乎並沒有辦法 讓大家悠悠之口被杜絕 為什麼疑點還是一大堆 包括像是到底口試日期 是什麼都講不清楚 這是蔡英文的姐姐 陪他去口試的照片 看起來應該是夏天 但是日期有好幾個版本 到底是冬天還是夏天口試 現在都說不清楚歷史哥 是 這個實在是很扯 因為在他提出 這個口試日期之前 歷史哥就在節目上面 就繼續去懷疑一件事情 我說你的洋蔥炒蛋的自傳上面 明明就這張照片 後面有葉子 連後面的行人都是穿短袖的 我就提出 我還去把當年的氣溫給找出來 因為照他原本的版本 他是說是1984年2月口試 1984年2月是零下 平均氣溫是2點多度 其實當年的如果是6月的話 我們原本就是他的1983年6月的時候 當然就符合這個氣溫 總統目前提出這個10月的溫度 我還去查過 他非常精確說是10月中段 10月的氣溫高低差很大 從20幾度到零下都有 10月中段之前 這個氣溫是符合他這個穿著 可以符合他這個穿著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精挑細選的時間 另外我就長話短說 因為論文本大家都在討論 就這幾個事情 請蔡總統說明清楚就好 第一個徐永泰博士又親自去看過他的論文 那事實上他的論文是沒有結論 再講一次 沒有結論 所有有寫過碩博士論文 在台灣有兩三百萬人 你能接受一個沒有結論的論文嗎 不要說隔行如隔山 這個論文從幾十年前到現在 五六十年前到現在 就是要寫結論 沒有論文再不寫結論 那你怎麼叫論文 第二個 這個LSE規定 博士要繳三年學費才能 去做畢業的申請 他只繳了兩年 請教你是特例嗎 最後一個提議 最後一個提論就是說 1983年起他是沒有指導老師 而且這是學生紀錄卡 總統府自己公布的資料的部分 當然我們還是相信 蔡總統有論文 有畢業 但是請把論文正本拿出來 不要拿手稿 謝謝 我覺得這中間還有一些疑點 因為也有一些學者是說 是不是有可能 蔡英文讀的不是正規的博士班 不是說這麼研究型的博士班 而有可能是某一個專案類型的博士班 但是他硬要打腫臉充胖子就是說 本大小姐就是很會念書 就是天眾英明 所以別人要三年 我兩年之內給他全部搞定 然後只不過我的論文 交代不出來指導教授 只不過我的畢業證書不能給你看 只不過我的畢業論文 35年前沒有出現 今年6月突然才出現 然後也還是不給你看 神秘的魔法師 就是說太多神秘解釋不了的東西 這個國家圖書館要上架了 但是那是手稿 不是正本 並不是現在LSE裡面那一本 禁止你看的東西 LSE裡面那一本 都還有很多手改的 圖改的跟缺頁的東西 所以說太多太多東西 是交代不出來 像我們這種 不太認識很多字的人 我們沒有寫過博士論文 你可不可以就很乾脆直接的 論文擺出來 擺在那邊 我們路過就去看一下 就都解決了 你的正本的那個 畢業證書也放那邊 給大家記者去拍一下 正反面看一下 什麼紙質的 哪一年發的 這有什麼困難 光明正大一點 你們當初在弄柯文哲 說什麼葉克摩 MG149 民進黨厲害的不得了 各位記得嗎 民進黨查過馬英九的論文 拿出那種態度來查一下蔡英文 受不了嗎 蔡英文這麼經不起考驗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問題更大 而且黃國昌也去查過 韓國瑜的論文 韓國瑜的論文 就躺在哪裡 就躺在國家圖書館 羅斯福路上 中正竟然斜對面 OK 就這樣 隨便你查 為什麼不能同樣的態度 是不是 所以其實今天不管怎麼說 過了這麼長一段時間 雖然好像拿出了一個 必須要用白手套捧著的 35年前的這個論文 非常脆弱的這個論文 但是真的能夠讓大家 對蔡總統處事的態度 能夠放心了嗎 恐怕才是最大的問題 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在場這些年輕的網紅朋友 可能因為距離學校還沒有很遠 有的人才剛剛教過論文 沒有幾年 所以對於論文的話題 似乎特別有感覺 韓國人 其實我覺得 我們不用講那麼困難 我們用心想一下 如果今天能在國外 能當上博士 那很辛苦吧 我光聽到歷史哥 在敘述她的碩士的時候 我都覺得已經好苦 而且他們以前還是怎麼樣 照蔡英文講 她是用打字機 一字一句打出來的 我今天看到整個發言 全部都是發言人 其實如果經過那麼苦的日子 我相信記憶都非常有形 所以過了三幾年 稍微回去看一下 就知道怎麼講 自己站出來 就講一下就結束了 他出來講一定要對稿 沒有對稿 他還沒辦法講 真的 英文講博士很辛苦 我國小畢業很辛苦 我那個畢業證書 都留得很好 對 我也記得我國小的一些歲月 I have something trouble you speak Chinese 你看英文說得多好對不對 零分 那個是蔡英文講的 對 我知道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如果我們不用去想 那麼複雜的論文 只要去想他的態度 他今天去質疑韓國瑜 民進黨質疑韓國瑜 是怎麼炮轟他的 就這麼簡單 年輕人聽到 又無感 又無感 有很多考過碩士博士的年輕人 他們聽到了還繼續說 是藍營在那抹黑 藍營要轉移焦點 藍營又怎麼樣 有時候我覺得真的很火大 因為真的 韓國人之前光考到 我有去考世青大學的碩士 那時候我有背記 我那時候光準備資料 我都記憶猶新了 你知道過了幾年了嗎 已經四 五年了 我都還記憶猶新 考上博士 會不記得嗎 所以他這個博士論文 必重就輕 失焉 必重就輕 300萬 斷交 必重就輕 斷交 必重就輕 對 40歲其實是 戰略跟戰術的高手 對不對 其實就真的是很髒的一個東西 我必須要說 就是說 我今天看到他們三位年輕人 其實我是覺得很開心 對不對 因為畢竟我們也已經過了40歲 看到他們都這麼年輕 而且他們都是 後面有幾萬個人以上的YouTuber 就是說看到他們 我終於放下一塊心就是 蔡英文他們用盡各種手法 去騙了一小撮年輕人 在那邊天天 把他當神龍教主在那邊拜 大家看過 周星馳看過金庸小說 對不對 教主萬歲 對不對 千求萬事等等這些 他以為全台灣年輕人 都這麼笨嗎 沒有 笨蛋還是很少的好不好 大部分年輕人還是很清醒的 所以他們不要在那邊 糊弄下去 真的 像我覺得他們談 這個論文談外交 我都覺得很佩服 對 因為我覺得很好笑 你斷交 我每次看網友在那回應 尤其是那種絕情 掛著香港港旗那種絕情 對 說好棒 省錢 就是貧窮 給小朋友吃營養午餐 所以那些錢真的會拿去 外交預算沒有任何減少 而且更好笑的是 如果外交沒有用 你幹嘛出去 你幹嘛出去參訪有吧 所以我覺得很簡單 因為隨後要去採購他們的香菸 只有誰互要買 他回到第一個 你是華生 外交是為了拚總司 然後大家高點是為了領300萬 出現國家經濟還是要靠民進黨 莫名其妙把錢變出來 然後也不跟你交代的手法 這太多了 大家知道嗎 就是說連能源方面 台電的基金 從800億突然變400億 但沒有人告訴你為什麼 這個東西我覺得 國民黨也要追 真的 太誇張了 800億直接腰斬變400億 跑去哪裡 補貼了什麼 台電的虧損在哪裡 我覺得這是一個大洞 國民黨一定要去追出來 所以說其實大家 歷史哥好像有一個手板 似乎對很多議題都很有意見 是 我覺得總結 剛才這個導播也稍微帶到 很簡單 最近大家很痛 就是很有名 思菸 論文 斷交 再加一個300萬 通通的態度是什麼 騙 大家說一次 通通的態度是什麼 騙 這就是蔡英文的民進黨給大家的 他什麼呢 你看為什麼陳菊 不要直接講出來 等一下被罵 大局為重 大局為重 永遠躲在後面 連去個立法院都不願意 連呼嚨連想裝一下都不要 現在騙不過就凹完再騙 是不是 我們覺得這個林小姐應該 他也很有他的看法 所以林小姐 柯文哲說他是大號的 是 林小姐 要不要用我們的來賓來回應一下 好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政府 他們的態度是最大的問題 像剛剛講到的那個論文的事情 論文的事情非常容易解決啊 你就把那個正版的拿出來 給大家比方給了就好啊 可是一直拖一直拖 其實這個被質疑了好幾個月 不知道為什麼要一直拖一直拖 後來總統是說 因為東西需要很久了 可是 欸 那個可是你的論文欸 這麼重要的東西 代表你一生的成就 你的博士論文 據說怎麼可以值得 1.5個博士的論文 這個會塞在棉被裡嗎 還是塞在什麼 名不見經傳的那個什麼 小小的洞穴裡嗎 那你是住在城堡裡嗎 就這個東西邏輯實在是太奇怪了 然後還包括斷交的事情 我也覺得態度上面有很大的問題 例如說 星期一的時候 那個時候斷交的時候 我整天的心情都非常的不好 下午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心情非常的不好 星期五又斷交 那個幾里巴斯的時候 我心情還是很不好 包括聽我節目的那個聽眾 都可以感覺得到 可是我更驚訝的是 居然在第二天白天的時候 我看到了星期五斷交的晚上 才幾個小時 蔡英文總統就跑去跟什麼社群同關 去那邊什麼聽歌聊天 再跟年輕人那個做選舉行程 我會覺得現在的政府 市政會有那麼多的問題 因為他們的心沒有在市政上面 沒有在人民上面 還有包括那個夜市的那個 那個消費券有沒有 200塊錢的那個東西 他們居然很多的很多的攤商 沒有事前收到通知 收到教育訓練 這個東西應該要怎麼用 可不可以用 什麼時候開始用 然後就這麼粗糙的開始施政了 然後導致那些攤商 突然就這樣子 非常粗暴的行政 導致他們會不知屬處 這個現在可以用嗎 我可以收嗎 這個是正版的嗎 這是對的嗎 我覺得現在的政府 從大的事情到小的事情 全部都是有態度上面的問題 包吹了千百萬的濕煙的東西 等一下大家坐高鐵回來的時候 可以注意一下 有沒有其他的行李箱 有 現在每次都有在注意 對 我也是 這是搭高鐵的時候 大家要注意一下 可能會撿到一些特殊的東西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為了接任中選會主委 因此辭掉了他的民進黨黨籍的李靖勇 他這一回做出了一個解釋 他說如果明年大選投票的時候 你穿的是國旗裝 上面只要沒有特定候選人的標誌 就不受限制 不會因為你穿國旗裝 就不讓你投票了 看起來是一個德政 林小姐你會穿國旗裝去投票嗎 我不會 因為我覺得投票本身就是一個 私密性的行為 它是命名的 就是大家是躲在那個 投票的那個房間裡面 蓋戳印的 所以為什麼要在投票前 讓別人知道你的形象 因為你讓別人知道 別人就有機會去妨礙你 去阻礙你啊 而且還有其他的問題吧 我覺得 那個投票當天你穿國旗裝 你不會幫韓國瑜多拉幾票 但是你投票之前的這些天 從現在開始還有110天 109天了 這些天才是更重要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 幫助我們給你的話 不是在投票當天 我們現在怕如果說 對手刻意故意 穿國旗裝去那邊 然後假裝做非常不理性 你看 然後新聞做做 已經不能夠再播報 選舉新聞了 結果你穿國旗裝 然後他搞不好是他們偽裝 這個就我們高雄的後補 高雄很有感覺 然後搞不好找了幾個人 然後穿國旗裝 然後在那邊打架 然後虧萬大 小裝一下 因為當演最大奧波